畫面中可以看到一名黑衣男子遭遠景壓制 原來他是一名詐騙集團車手 稍早潛在銀行外徘徊 不過他的臉孔早就被眼尖遠景發現 燃焦過程中他一度想要逃跑 但最後還是狼狽落網 帶你看一段當時情形 事發在二十六號晚上十點多 高雄鳳山區五甲二路上的銀行 一堆男女在銀行外鬼鬼祟祟 原景想到曾經有詐騙集團車手在這裡提令 決定上前燃茶 結果發現其中這名男子竟然是冠犯 還在他的身上搜出毒品 儘管男子相當不配合 但最後還是在大批警力的壓制下 被移送整辦